來所以蘇博士在這情勢當中我剛剛一開場特別提到 中共的解放軍最近一直派出軍機跟軍艦 包括空飄氣球動不動那麼飛越整個海峽中線 而且這個頻率越來越高甚至多次逼近我們領空領海 這個當然影響到我們的國安問題 而最新的畫面當中有衛星最近捕捉到了中國的內陸 疑似是共軍訓練用的一個炸射訓練的畫面 而且呢被以這個台北市博愛特區為原型的建造 2022年我們曾經看到的蘇澳軍港 也成為共軍練把的一個目標來從衛星的空拍地圖當中 又出現在社群媒體這個S網站裡面 來你應該怎麼看來蘇博士先來 很簡單這是中共它一個系統性的就是說實戰化原鏈 然後我先解釋一下在新疆部分 以往也出現過美國航艦的這個投影圖 也有這個就是說今天我們談的美日安保的部分 特別是也有這個在沖繩愛國者陣地 或者是它機堡的這個投影圖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談美日安保開始 然後再談這個戰鬥戰術層面的 美軍可能會再把就是在日本的指揮這個指揮部層級拉高 因為它在韓國的這個指揮官就是四星上將 目前在日本的指揮官是三星中將 所以接著它會把它變成四星中將 就是說意思把日本也刺為就是說 隨時會面對敵人威脅 因為韓國跟北韓只有一個就是三十八都線 所以它是一個四星中將 這就是事實我們剛才分析的這個可以參考的 那所以這個駐日美軍的指揮部的改組會變成四星 很可能性很大 那第二個就是中共它在它內陸有幾個主要的軍事基地 訓練場 歐巴場 一個是新疆 第二個是在蒙古 那第三個各個戰區都有 剛才小軍所講這最新出現了 當然就是在內蒙古的這個就是所謂的靶場 那從空拍的衛星空拍圖來看 它輪廓很接近就是博外特區的這道路的配置 中間點是警服門 那在它的就是另外一邊是所謂的中間紀念堂的位置 再來是總統府啦 台北賓館跟外交部的這些投影的街道圖都有 它怎麼做它要做這些的用意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如果它決定就是使用武力的時候 這個叫做活力的斬首行動 有點像Shuck and All 就是震撼與威懾 就是我打你的政軍目標 讓你就是說會產生心理震撼效果 第二個它在真正使用這個火力的時候 可能是用這個衛星定位的武器優先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我們常講的雙光系統 就是飛行員它可能用這個影像來定位 就是可見光跟不可見光 用來導臨這些彈藥 有點像湯姆克魯斯 我們都知道在去年那個第二部的電影 它就是用那個雷射導引炸彈鎖定目標 然後就進行投彈 這是它的做法 它就是用來訓練飛行員啦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是說 後面的這個意義 我們剛有解釋過在東部戰區正江的這個 城鎮站的訓練場出現了 就是台灣的商店的招牌 那在就是它人口比較少的新疆跟這個 內蒙古的區域 它就用來做飛彈的靶場 或者是戰鬥機投射武器的地方 那我們解釋過以往就是 除了在2022年出現的這個 蘇澳軍港投影圖之外 更少有清泉鋼基地 那在駐日河這個所謂陸軍的訓練場 有這個台灣的總統府的這個建築 它就是讓這些士兵就是熟悉這種 所謂的世界戰 城鎮站Urban Warfare的時候 它可以很快的就是說 依照這些地景地物 可以辨別目標 除了說衛星導引之外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 從北邊的韓國到日本到台灣 到南邊的菲律賓 現在慢慢變成一個 共同的防衛鏈的原因 當然我們還是要幫國軍就是說 就是解釋一下 其實國軍有準備很多 像說它現在就是這個博愛特區的這個投影圖 它可能會用衛星導引北斗衛星定位 然後導引一些飛彈或炸彈 然後也可能用雙光系統鎖定 對這是各國都會採用的方法 那國軍準備的 除了剛才Tony講的 這是我們有 就是這個飛彈防衛之外 也有被動防禦的 比如說 干擾你的北斗衛星 這個台灣叫做天甘車 中科院開發了 就讓你衛星狂無煞煞 就是飛彈就迷路了 就亂飛 那第二個就是面對這種紅外線或可見光導引的武器的話 就有這種多頻譜的這個 就是煙幕 這個就smoke 就是它是可以遮蔽各種頻譜的光線 所以那個飛彈就是影像定位也會失準 再來就是還有這個被動的這個偽裝網 就是說可以順便改變 就是一些建築物的一些影像的那個特徵 來提高就是你對抗這些精密導引武器的能力 所以我想就是台灣一直在追求這個不對稱的作戰方式 那這些既有的科技 很多都台灣自己廠商做的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天甘車是中科院的 你看那個在閱兵或者是說他們武力展示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巷型車後面上面一個圓圓的 小的衛星天線那個就是 就是把你的訊號干擾掉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掩蔽的煙幕也是中科院開發的 可以對應各種光線影像 那最後就是這個偽裝網是台灣 跟某某就是紡織廠所協助國軍開發的 所以我們常講高科技不只是護國神山 一家而已啦 是群山 真的是群山 真的是群山 來兩位要補充來 來 Tony跟那個郭將軍來 以前他們做這個model的時候 尤其是美國軍艦的時候 我們發現他最主要是用來用飛彈打過去 那他打過去有的時候我們看到他黑色的燒的地方 有的時候看到精準的精準度 結果後來發現最近中共只是做這個模型 不是真的發射飛彈 另外是你看這個博愛社區 對於他的保護的東西那麼多 而且在台灣防空的密度 basic density是非常非常強的 所以這些都是我覺得有點認知作戰 想嚇人而已 事實上他能不能動 東西能不能進來是一個問題 很難很難 然後人 你說東西能不能進來什麼意思 飛彈啊或者火箭 因為他能夠打到這邊來 而且在來以前不會被攔截打下的話 機會很少 是 因為你當然國防部不會仔細的講 可是在台北周圍在台灣北部 有多少個飛彈 而且中華民國的飛彈是一層一層的 遠層中層短層 短層還有炮那些的 都能夠守得住 所以我覺得這種照片出來 也是一種認知作戰 來這個郭將軍你覺得 國人應該怎麼樣看這樣的影片 我先回應 包含蘇老師還有Tony剛才講的不對稱 大概在十幾年前 我們參加有關於美台之間的一些會談 那美方就很清楚的跟我們說 未來防衛作戰 國軍一定要在這兩方面 一定要多花點功夫 第一個就是要創新 第二個就是不對稱 那潘仲偉只有創新跟不對稱 我們才有足夠的能力去 去對付中共這麼龐大的一個威脅 那就不對稱來講 因為剛才蘇老師就提到的衛星 你看 這個共軍他也除了有自己的 這個北斗系統 這是定位的 那還有他發射很多 不管是通信 觀測 間諜衛星等等 我們發射再多的衛星 我們也沒辦法跟他在這個領域相互抗衡 好 那所以說我們就用不對稱的思維來看 什麼樣的 哪些領域 哪些地方 共軍的衛星 他沒辦法發揮他的優勢 所以第一個就是水下 水下他衛星 他沒辦法在這裡面 真的發揮他的優勢 第二個就是地下 好 再來 那我就發展了 干擾衛星訊號 我們的這些系統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不對稱 那我可以利用比較小的資源 來對抗他 而且能夠獲製比較有效的效果 這就是創新跟不對稱 是 今天現場非常謝謝國防 前國防大學陸軍學院院長 郭立生郭將軍 包括前五角大廈的官員 Tony 胡震東來到我們現場 還有呢 我們這個帥帥的這個蘇博士 國防安全院國防戰略資源研究所所長 蘇智元博士 特別波榮來到我們現場 也謝謝所有線上的官人朋友 我們再會了 謝謝 謝謝三位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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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海內外國人朋友 小燕姐最近跟你分享快山訪金油 因為對我來講 它幫助非常的大 有時候呢 在小手的空間 包括一個辦公室 或是家中呢 透過了這種金油的烹霧器 讓你瞬間 釋放所有的壓力 包括呢 它可以幫助我這個睡眠障礙的問題 那麼這家就是一個 富有社會責任的企業 創辦人呢 李青勇先生跟黃素秋抗力 他們長期的一個厲害的爸爸 他不斷地進入森林 然後吸取這個芬多金 覺得非常的舒暢 那舒緩呢 他這個病痛 於是有一天他告訴孩子 跟媳婦說 可不可以把森林帶回家 於是展開了長期的研發工作 透過了他們有效去運用 這種高級塊木家具 剩餘角料所提煉 屬於台灣味道的金油 而長期在社會方面 他們呢 提倡所謂的減碳 提倡植樹 快山坊 他的金油 帶領台灣進入另外一個 所謂的綠化的世界 以及森林的世界 我使用它 讓我宛如置如在森林的感覺 所以透過今天節目當中 跟大家分享 我們提供的優惠嘛 也讓觀眾朋友 一起來試試看 好 好